接连几生非常好 让我们能够感觉到 他们之间那种不是夫妻 胜似夫妻的甜美融洽 甚至在没有任何法律保障的情况下 李先生也心甘情愿地 将经济全权交由李女士管理 而自2013年走到一起之后 两人的生活一直交洽无闲 既得益于李女士管理友方 也因为李先生有一个多年的习惯 那就是算账 经济公开 账目透明 是两人得以相互信任的前提 也是维系着这份信任的重要保障 虽然偶尔也会有个500亿千的偏差 但是因为数字较小 李先生也没有多在意 在2018年又一次年终总账的时候 李女士账上的数字 却把有着30多年算账经验的李先生 给吓了一跳 他的这个车从我认为 他这个楼刀套命迹已经超一屋了 什么意思 说清楚 就是每年春宽 他去办理 我说你春宽无理名 因为我是一家之族 是的 是的 然后呢 春宽无理名字 结果他在我不知情意情况 他就都春宽他的名字 一般的银行春宽到年底 都放到个福利不来 是的 是的 春宽有我右啊 有我违人之啊 人让人家后 我一看 我是你是把这个车翻了 把这个春车翻了 我让我看看 结果一看 我的春宽端 又都一下翻了他们一下 没有 你的是你的 我的是我的 还是 你知道 前两次你才多少 最后达到17万之后 我只要从那里 你讲我去春天 我们给你打张呼 我讲你春 我讲你春我的名字 不是叫春孽 怎么叫做你超过了他 他认为是他的钱 我名下的多了 差了一万 就差了一万 对 你比他的账户多了一万 对对对对 就这样他心里不平衡了 为这个发生不愉快了 对对对对 有的是他的车 到期了也需要换嘛 嗯 需要换了就是 也是忘了拿他的身份证 人家需要要身份证的 要存那个定期单 要身份证的吧 一笔存进去的 还是每个月每个月 或者说定期一部分一部分 往里头存的 定期一部分一部分的 不是一期存的 那一次因为没有带身份证 所以存了你的 对对对 那后来每一笔存是 因为什么就存回你的账户了 没有为什么 我就是顺其自然的 夫妻之间感到是信任的嘛 我心里这个像 那个实验课的就有期限变化了嘛 有些不舒服是吗 是啊 好 他当时有没有给你解释 为什么 没有啊 没解释 没解释 有呀 回去账单叫让他看的 每存一笔都是让他看 存单交给他 他要把这个账 存单的上边那个号 他对于换成你的名字存钱 他提出过不满意吗 当时没有 他没说不高兴 我也不知道他不高兴 不是啊 第一次存款 他拿了存款呢 我也看 他存了他的名字 我非常不高兴 我问你为啥能这样做呢 他老公叫我高兴高兴 叫我心里这个好手 不是 我当时他说 他说了一个这样的话 他说 你为什么存了你的名字 不是存到我的名下 你让我高兴一下不行吗 钱不是还在使你拿着 账你都记着 密码你都知道 你为什么不高兴 我又不是给你拿走了 你为什么不高兴 因为我没带你的身份证 为什么不说实情呢 这就是失误吗 这是用我的事 我问一个问题啊 就是正好说到这个事情上了 李女士 我们都知道 取定期存款 是需要定期存款 人的身份证的呀 你既然没有带他的身份证 你怎么能把这个钱取出来呢 那我们那儿那个银行 他到期了他就可以的 全国的银行 现在都是在金融管理的状态下 没有身份证 是取不出来钱的 尤其是非本人的 本身就不是您本人的 您要再不带着他的身份证 您也取不出来呀 那个 那个是 好吧 我只是提出这个问题 对